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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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都延期举办或是异地举办 1月24日 各地的滑雪场就陆续关闭 这大大的压缩了运营时间 第二个就是最多的滑雪场与最少的客流量 近年来受政策利好的影响 社会主体投建滑雪场的积极性持续增高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建成了我们国家具有了770座滑雪场 受疫情影响 应该说这些滑雪场的客流量 叫做断崖式下滑 住宿餐饮 文体旅游等受疫情影响严重 下午好 欢迎参加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新闻